画面可以看到消防队的救护车以及消防车在4号凌晨12点多都赶到民众报案的现场 那么是在一家在新兴区的防疫旅馆 那么因为传出有住宿的房客情绪激动 打电话给有人透露想不开的念头 那么当时只有救护人员以及消防队员装备齐全 有穿隔离衣防护 那么到场协助的远景却只有戴一片医疗口罩 那么如果要进去到防疫旅馆的话 可以说是相当的危险 那么因为正在闹情绪的这名女子 她就是在旅馆检疫隔离的旅客 不过还好当时消防队车上还有多出来的防护衣 就给远景当场套上 才敢进到旅馆里面劝说这名女子出来 最后将她带出旅馆之后也将她送医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